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们把这个细节再跟大家来捋一遍 在纪元市的这个市委大院里面啊 有一块电子显示屏 那么这个显示屏呢 平日呢是滚动显示 市委领导啊 政府官员啊 他们的一些活动信息 但是呢 这个市委书记呢 就是打人的这个张战伟 对显示屏上有一些细节不满意 他觉得自己没有受到尊重 所以呢 他要求调整 而负责这个显示屏的这个人就是政府秘书长 就是被打耳光的那位啊 在围攻 那么在接到这个书记的意思之后呢 秘书长再三权衡之后呢 呃 决定保持原样 不按照书记的要求去调整 那这个当然就让这个书记不高兴了 那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呢 按你来讲书记都发话了 一把手都有指示了 你秘书长应该要修改 这又不是多大的事情 不过是调整几个字 把市委书记的地位突出而已 那为什么呢 问题就在于这个市委书记 就是打人的这个 呃 李伟呃 这个这个张战伟的这个年龄上 因为这个张战伟啊 已经58岁了啊 快到了一个退休年纪 任期也将满 马上要换届 那市委班子换届之后呢 按照这个他的年龄呢 他不可能再留任了 而秘书长服务的市长 作为几元式的二把手啊 年轻力壮才50岁 所以面临换届 大家都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那毫无疑问是市长接替 市委书记成为几元式的一把手 这个信息 对于混击官场二十多年的这个市委秘书长来讲 对不起 市政府秘书长来讲 他不会不知道的 而且市长又是他的直接领导 他上面写显示的显示平常所有的信息 都是秘书长肯定向市长请示过之后放上去的 是得到市长首肯的 他才个人放上去 他不会自己做主张的 所以这个里面他涉及到一个市委书记和市长的一个权斗的问题在里面 那这个秘书长就难办的 如果按照市委书记的意思要修改 那就得罪了市长 如果不改的话呢 就得罪了书记 改不改 反正都要得罪一边 权衡利弊之后 他觉得市委书记反正马上就要换界了 他就要揍人了 人走茶凉 但是我市长是不能得罪的 我以后的官司 仕途全部要依赖于这个市长 所以这个秘书长选择不改 他的算盘就是 我自己服务的直系领导 是书记 接替书记的不二人选 市长上去了 自己当然也会跟着上身 也许他可能会提拔为市委秘书长 或者是市委常委之内的大论 所以这个时候让市长不痛快 那显然他没有这么傻 这个当然让市委书记更加的恼火 所以呢 在一次这个市委生活会议上 党组会议上 书记提议要罢免这个政府秘书长 就是这个张战伟要罢免这个 崽伟东 在几元市的官场上 包括在天朝的官场上 他们一个个都是人精 当然都看出风向和走向 更懂得权衡利弊 大家都知道 市长秘书长 政府秘书长是谁的人 是市长的人 所以多数人都投了反对票 所以他这次罢免没有成功 所以这个市委书记 又非常老火 我是一把手 我发的话 我提的意义居然被否决了 他除了在心里大骂 四立言以外 当然肯定要找机会去报复这位市政府秘书长了 所以就有了那次在食堂 机关食堂吃早饭的这件事 那么这位姓翟的政府秘书长 就成为书记的出气筒 那我们再把这个事情啊 再跟大家来捋一捋 当时是市委书记向市政 向这个秘书长主动的发烂 你谁有什么资格坐在这里吃饭 质疑你没有资格在这里吃饭 秘书长先是想解释 想缓和关系 但是市委书记不想轻易的放过他 那么见太事不对 秘书长明白了 这是他故意找我查呢 所以秘书长就想了 反正我已经跟定市长了 我已经得罪你了 我就没有必要要再当缩头无归了 所以他言语上也不客气起来 就开始反驳他了 这才是真正令市委书记 生气的一个原因 就因为他的这句话 当秘书长被书记骂极的时候 脱河而出 就心你腐败 不心我腐败 就只许你腐败 不许我腐败 只许你在这里吃饭 不许我在这里吃饭 这个腐败 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 是吧 在机关食堂里面吃小灶 花很低的代价 甚至是免费的 然后吃非常好的食物 把那些垃圾的食品 都丢给小孩子们去吃 这个中国的普通的学龄儿童 连正常的营养餐都吃不到 都给这些大员们吃去了 那么被自己的下属这样的顶撞 市委书记觉得很没有面子 于是一个巴掌就打上去了 这个就是当场的一个官位 官罢张战伟因此也被免职 这个不过是中国官场的冰山一角 当年我们记得在2012年出现了 那个王立军去成都领事馆的一件事 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 王立军向薄熙来汇报 这个英国人被杀的案件 而薄熙来当场就给王立军耳光 大家别忘了 王立军是重庆市的副市长 是一个副部级的干部 是公安局局长兼副市长 就这样就被书记一个耳光 那可想而知这些做官的 在官场中的这些人 他哪是普通的人 他明明就是一个家卢啊 就是一条狗啊 是吧 打狗还得看主人啊 所以这个显示出 在天朝的这种混乱的官场形式下 做人是根本就没有任何尊严的 在任何情况下 官大一级都可以压死你 你得乖乖的听我的话 给我舔屁股 你有好果子吃 如果你不听我的话 你投放了别的人 那我让你吃不了 所以整个这一套的流程 我们可以看出来 在中国的这套 流氓官场的体制上 它根本就不可能有正常的文明的规则 所以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虽然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处理 但是我们觉得 在天朝的这些官场现象中 更多的体现出 它的背后的一套潜规则 它不是以正常规则来运行 并不是以人类通行的文明规则 去进行政治游戏 而是通过这些群带关系 网群关系 然后派系斗争 来体现出你的站位 如果站队站错了 你的领导被整了 那整个下面的所有的人都要被惩罚 这也是政治斗争这么险恶 所以这些做官的官老 你们看上去很威风 其实他们内心中也很累 因为他们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我觉得在中国这套政治生态 它也体现出社会生态的险恶 在任何地方一个没有文明规则的这个社会制度下 任何人都不是安全的 所以在极权一种极权制度下的一种 这种政治政治博弈中 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 你的个人人力 你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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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人力已经不太重要 重要的是你的站队 重要的是你得跟对人 所以我们看到了一本官场现行记 就是中国3000年政治生态的一种真实的写照 我们也期待中国的官场会变得更好 这个但是这个在一档专制的情况下 在没有审定秩序的原则下 我想这个肯定是不会可能发生的 所以这个事情虽然做一个段落 但是他里面所深含的这种官场规则 他所包含的这种社会潜规则 他是无法更改的 也就是导致这种事情 还会不断的在中国的官场上发生 而下一个受害者 他本人也是死害者 好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点评 我们下次见 感谢观看